欢迎收看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侯佩斯 马股全天面临套利活动 连续第三天下滑 闭市时报1842.93点 下跌了12.13点 分析员说 美联储局的货币政策会议还不明朗 加上国际油价和中油价格走低 以及马币走弱 影响了市场交投情绪 投资者都选择卖股票离场 外资卖出了1亿6670万令吉 本地机构反而买进1亿4854万令吉的股票 散富也进场吸纳1816万令吉 接下来有Black and White的单元 首先是美国私募股权基金Avent国际 计划用818800万至10亿6600万令吉 脱售印度Kare医院的72%股权 有消息指出 大马的IHH一宝是其中一名潜在的买家 但需要几个月时间才能知道结果 IHH一宝三月份买进 印度Continental医院的51%股权 同时也拥有印度最大医药连锁集团 阿波罗一元企业的11%股权 接着是丹斯里郭令燦属下的马太平洋 因为智能手机的营收增加 加上美元走强以及原料成本减少 截至2015年3月31号为止 第三季经历增长了187.67%至3,017万7千令吉 第三季的营业额增加8.77%至3亿5127万令吉 董事部建议派发每股13仙中期股息 最后是成功汽车建议以五送二比例 派送最多3亿2590万3200股红股给股东 文告中透露成功汽车将透过把股票 溢价户头中的最多1亿6295万1600令吉资本 用来进行红股计划 预料在2015年年终完成 感谢你的收看 祝你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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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